我们自己完成第三轮试胆大会了 这次要怎么分组呢 就由我来做你们的搭档吧 所有人中唯独你们见过那位幽灵 我想和你们一起调查真相 嗯 我没问题 你觉得呢 现在线索太少 我的脑袋中也只有一些猜测 不过我有一些想要调查的地方 等一下你们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去哪里啊 先去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根据你们的描述 你们在那里遇到了幽灵 然后昏了过去 我想那里应该还留存有一些线索 真的要过去吗 我们会不会 嗯 似头罗网 你是担心 他在那里等我们吗 对我来说那样更好 我正愁找不到他 他要是这么轻易就出现 我也省了很多事 贫脏 胆子好大 接触的案子多了 自然就不怕了 我们走吧 这里应该就是你们第一次遇到幽灵的地方 当然 那位女性是不是幽灵 眼下还不能确定 我想重新梳理一下整个过程 你们还记得当时她说过什么吗 我想想 她说我们不该接近她 还说我们再不离开的话 会把灵魂留在这里 真不想回忆当时的场景 一旦回想起来 身体又开始发抖了 然后呢 然后我感觉眼前变得好暗 头也晕乎乎的 到处都是鬼火在闪烁 我感觉那个幽灵身边 好像有黑雾缭绕 紧接着我就昏过去了 从描述来看 确实给人一种幽灵作祟的感觉 是啊 果然屏葬也这么觉得吧 我不否认 不过比起她是什么 我更在意她到底想做什么 就算是幽灵 只要她具备理智 那么做事就应该是为了某种切实的目的 不是要我们的灵魂吗 我听她是这么说的 那个多半是吓你们的吧 这样吗 怎么说呢 如果我有取走灵魂这种能力 根本用不着三番两次地警告你们 而且 大概也根本不会允许你们带着这种秘密 在附近闲逛的 这么一说确实有道理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我认为只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她想收割你们的灵魂 但必须要达成某种条件 类似于我们常说的诅咒 不过对于你们来说 如果真的中了什么诅咒 肯定能感觉到异样吧 所以这种可能性比较小 我认为 她只是想借此吓跑你们而已 吓跑我们做什么 等等 我明白了 说不定她是想让我们弃权 好毒吞噬胆大会的奖品 对哦 应该没有吧 那会是什么原因呢 屏葬 你能想到吗 单从你们的描述来看 我认为她对你们没有恶意 只是不希望你们继续待在这里 不过单靠这一点也猜不到什么 以常理推断 她可能是在看守什么宝藏 或是掩盖什么凶案 不过我的直觉认为 这些推测都不对 还是先在附近调查一下吧 发现什么线索了吗 我们看见树枝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弯了 别的再没有什么了 嗯 之前和你们分别后 我在附近找了一群 除了树枝被压弯外 有些地方还有些许烧灼的印痕 但依旧说明不了什么 如果能有什么更直观的物质 你们好 那个 没打扰到你们吧 不愿小桑 还有狐妖和核桶 你们怎么来了 听说你们在调查线索 我们想来帮忙 真勇敢 其实我们心里也没底 刚刚我们询问了荒龙大人的小弟们 听他们详细描述了所见所闻 的确很可怕 那家伙绝对是什么恐怖的恶灵 或者是妖力充沛的邪恶大妖怪 不管哪个都不是善茶 但是 暂时一想到三川花祭 我们从很早以前 就十分憧憬连锦大人与武士大人的友谊 正是因为这份憧憬 我们才在受人恩惠后 想要举办三川花祭来报答 就算力量有限 我们也不希望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蒙上尘埃 三川花祭 应该是让人尽兴而归才对 认守之森很大 多些人手一起调查也是件好事 那就拜托你们再好好找一找了 放心 我们对这里很熟悉 不会错过任何可疑的线索的 你们看 我在河流的下游找到了这个 这是什么 好像是一块黑布的残片 不过这种布料 以前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是遮光布的碎片 遮光布 对光线有很强的阻挡效果 常用于舞台等各种地方 布料的断口很粗糙 似乎是被石子或者树枝划开的 树枝 假定曾有一块很大的遮光布 悬挂在树上 树枝因此被压弯 将遮光布从树上扯下的时候 某个角被树枝划破 一小片黑布落入水中 当事人没有在意 或者说他来不及管 他还有许多不得不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把这光布挂到树上呢 这只是我的猜测 也许是为了刻意营造出 你们所见到的氛围 先不用在意 许多事我也还没想清楚 我想去荒龙派那些人 被吓到的地方再调查一下 你们认识路吗 我认识路 荒龙大人的小弟们聊天时 我问了问他们撞鬼的确切位置 我带你们去 那就麻烦你了 走 我们过去看看 就是这里 我听说他们路过这里的时候 周围突然变暗 紧接着鬼火不停闪烁 听起来怎么这么熟悉 这和我们见到的差不多吧 和之前一样 先在这附近调查一下吧 我在树底下捡到了一个碎掉的球 里面被烟雾熏烤得黑乎乎的 还有像烟花一样的味道 从火焰留下的痕迹来看 你们看到的鬼火 应该不是用妖力做出来的 倒像是什么东西燃烧形成的 我也不太明白 旁边的石缝中 有一些奇怪的粉末 我捏了一点闻了闻 感觉脑袋晕晕的 好困啊 相似的下人手段 没来得及完全清理掉的痕迹 我想我们离真相已经很近了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你们遇到的那名女性 不是什么幽灵 她没有什么匪夷所思的力量 只是在用一些提前布置好的 小道具吓人而已 小道具 靠那些东西真的能做到吗 我们见到的画面明明很恐怖 首先 试胆大会原本就让这里 多了些恐怖的氛围 当时的你们先遇到三只小妖怪 被她们吓了一跳 随后又遇到了神秘的女性 感到紧张是必然的 因紧张而过度呼吸 吸入了大量她预先撒好的安眠花粉 开始感到眩晕 这时她拉下遮光布 点燃所谓的鬼火 制造出一副未知而可怕的景象 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吧 这么说来 她其实只是虚张声势 可恶 居然敢骗我 但其实还有一个问题 委托我来调查这件事的人 确实是被某种不同寻常的力量 困在沙滩上的 这可不是用一些小道具就能做到的事 但如果她真有这样的力量 为什么还要准备这么多道具呢 我已经开始头疼了 在林中只能用道具吓人 在沙滩上却能使用奇特的力量 原来如此 我大概明白了 这么快 如果排除团伙作案的可能性 就只有一种情况了 我知道你们遇到的那名女性的身份了 我们去海滩看看吧 我们也去 不 我希望你们回去一趟 告诉其他人不用害怕 也不用在林中费力调查了 人像已经浮出水面 是时候结束不必要的恐慌 等待施胆大会结束了 好的 那你们注意安全 遇到什么危险的话 就大声叫我们 我们肯定能听见的 不会有什么危险 不过谢谢 我们走吧 沿着悬崖找找看吧 如果我没猜错 应该有一块泥土不太一样 ai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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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老大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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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 你们果然还是找到这里来了 出现了 本来以为你是小妖怪的同伴 但他们说并没有见过你 你到底是谁啊 为什么要吓唬我们 我说过 你们不该跟我大话 如果再不消失的话 他看上去好吓人 屏葬 现在周围应该没有什么小道具吧 别动 这也是为了你好 这点妖力吓不到我们 反而会让你消失得更快 妖力 你为什么会知道 因物品而诞生的小妖怪 在本体之外幻化出人类的外形 在靠近本体的时候 能使用些许妖力 离本体太远 力量就会衰减 以及 如果本体坏掉的话 依奇诞生的小妖怪 也会彻底消失 应该叫你悟灵 还是富丧神比较好 不用那么麻烦 我有自己的名字 叫做羽生田千鹤 千鹤 为什么你希望我们离开呢 如果你也是妖怪的话 应该能理解 独眼小僧他们的想法才对 而且 我们一起玩秋军游鱼的时候 也很开心呀 就像 就像故事中的连锦于武士 就是 因为这样 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不想让你们也难过 难过 什么意思 你们从小妖怪那里 听说了连锦 与武士结识的故事吧 其实 那个故事还有一段 祭典相遇之时 人类武士大约二十五岁 十年后 双方再次碰面 依旧一见如故 饮酒 铜油 切磋笔试 初见识或许只是惺惺相惜 现在 却真心将彼此视作挚友 又十年 人类武士剑道达到巅峰 竟在笔试中略胜一筹 连锦先生大魏惊奇 从此戒酒 修行 卯足竟然再战一场 然而下一个十年 却没有等到武士赴约 原来南方爆发战乱 武士前往戍边 对妖怪来说 十年弹指一挥剑 连锦先生未曾在意 可再次见面时 连锦先生却不敢相认 人类武士六十五岁 一身伤疤 满头白发 喂 小子 还窝都能见吗 年事已高 难复所脱了 我这次 其实是为告别而来 这样啊 那陪我再来一场囚经羽戏 如何 也好 那一场囚经羽戏 人类武士依旧拼尽全力 却因体力不支 早早出局 放下鱼子板后 连锦先生沉默许久 留下一声长叹 唉 令人遗憾 从令人期待 到令人遗憾 不过短短几十年的时间 连锦大人容貌未变 面前的故人却垂垂老矣 相遇时的快意 最终都会熬煮成名为遗憾的毒药 都说旁观者庆 目睹了这一切之后 我意识到一个残酷的道理 那就是所有让人畅晚的事情 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发生 我们与人类寿命不同 天性不同 却生活在同一片土地 相互接触 相互吸引 最终匆匆离别 梦醒时分 只留下永久的思念 和无法排解的痛苦 心智成熟的大妖怪 剩其如此 那些单纯善良的小妖怪 在离别时 又该有多么难过 所以 你是强 我本藏身在这片海滩上 等待大限之日到来 他们却碰巧将秋京游艺修建在这里 将我从沉睡中唤醒 我不希望他们 因为听了连锦先生 与人类武士的传说 而带着无限的期待和热情 与人类接触 那样只会重蹈覆辙 所以你才装神弄鬼 想要吓跑来这里的人 之前有人被困在沙滩上 也是你干的吧 为什么只对他下那么重的手呢 我的力量已经十分微弱 大部分时候 都在用积攒的道具吓人 人多时不便露面 但那个混蛋贪婪无度 想要偷窃秋京游艺上摆放的装饰 回去高价售卖 所以我才动用妖力施加惩戒 原来是这样 没想到你这家伙 还挺有正义感的嘛 对了 那位连锦于武士的故事 你是怎么知道后半段的 不必回答也没关系 我已经明白了 你的真身 其实就是这对鱼子板 对吧 鱼子板 难道是 数百年前 妖怪连锦与人类武士 在秋京语系上使用的鱼子板 受强大的妖力影响 逐渐产生了心智 他们的故事 你是距离最近的见证者 数百年的时间过去 就算有妖力护持 鱼子板本身也几乎朽烂 你连自识 同时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对鱼子板 也是第三轮试胆大会的目标物 完全正确 真是有趣的推理 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三轮试胆大会 小家伙们 神子 还有 姑女姐姐也在 你不是失踪了吗 抱歉 其实这也是八重大人的安排 怎么样 是不是吓了你们一跳 既然恐惧来源于未知 局面当然是越乱越好 最好是连工作人员也神秘消失 这样才能成为试胆大会嘛 你果然是在故意吓我们 任美 你先回去通知其他人 试胆大会已经结束了 优胜者嘛 也已经产生了 既然查明了真相 我也回去见委托人一面 意图盗窃 这个罪名不重 但也不能没有惩罚 回见了 两位 说起来神子 你选鱼子版 作为第三轮试胆大会的目标物 是早就知道千鹤的事吗 神子 八重大人 你是 有一年三川花季 我跟在胡渣宫的身旁 看着他玩过秋金雨戏 那时候我曾见过你 当时的你应该没有人心 只是出具神志 我想起来了 你是胡渣宫大人肩膀上的那位 前段时间我到海滩散步 察觉到这附近有熟悉的妖力 虽然那妖力很微弱 但我还是找到了你 你坐在树上 眺望着远处的旅人 我听见你小声告诫自己 必须要忍耐 不能和人类接触 什么时候 我完全没有发现你 你的力量如此微弱 发现不了才是正常的 其实你一直在自责吧 在你心里 连锦与武士英秋金雨戏结识 与你有脱不开的关系 那时候我还不能像这样幻化成人形 只有一个模糊的意识 他们在三川花季相遇时 我感到很骄傲 因为我也在他们的故事中留下了影子 他们分别后 我时常听到连锦先生叹息 心中也跟着自责 忍不住躲了起来 再次醒来时 世界已经不一样了 八重大人 您是有名的大妖怪 肯定知道许多我不知道的事 我想请问您 一次又一次的相遇 一次又一次的分别 短暂的时光匆匆而过 留下的只有怅然与难过 我们与人类的相遇 真的有意义吗 为什么没有呢 你和吕星哲一起玩过囚禁游艺 感觉如何 很开心 但是 但是理性告诉你这是错误的 是吗 其实啊 你所想的连锦与武士的故事 依旧少了一段 怎么会 连锦先生与人类武士 应该再也没有见过面才对 但故事却并没有结束 那位武士名叫柳桥卓人 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是苍蓝一星流的创始人 这门剑道 据说是柳桥赛与连锦的切磋中悟道的 其第三代宗家傅勇正业 同样与连锦交好 五百年前 连锦与傅勇并肩作战到最后一刻 傅勇使用的刀 正是柳桥传下来的 对连锦来说 曾经的遗憾到这时 反而消解了 这样吗 我等妖怪的确与人类不同 对我们来说 人类的寿命太短 终有一日会成为过客 但是因相遇产生的缘分 并不会就此断绝 而是会以新的方式传承下去 不必为此感到困扰 烧光已过 浮生如露 所以才要及时行乐 现在的你 应该明白我说的意思才对 喂 喂 知遥 一斗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哈哈哈哈 本大爷已经从仁美那里听说了事情的原委 还知道你已经赢下了最后一轮试探大会 就连这位的身份 我们也已经知道了 于是本大爷和其他人商量了一下 你是之前那个狐狸女人 你怎么也在这里 不用在意我 你们商量了什么 听好了 为了庆祝试探大会结束 我们打算一起搞一场三川花祭 我想清楚了 只靠小妖怪的妖力或许做不到 但是由我出手 肯定就没问题了 由本大爷 荒龙天下百鬼之王一斗 带领大家搞一场最棒的三川花祭 不愧是荒龙大人 哦 真的没问题吗 这是什么话 这次可不光有本大爷出手 其他人也一起来帮忙了 就连灵人兄也来了 大家真的收集材料 估计用不了多久 庆典就搭好了 你们就等着来玩吧 哈哈哈哈哈哈 荒龙大人一斗 庆典怎么能少了我呢 我也过去看看 好久没逛庆典了 幸好这次出来带了酒 一斗那家伙 有时候也蛮靠谱的嘛 清典 好吃的 我来啦 我来啦 啊 好啊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清典好像开始了 我们快过去看看吧 一斗 五郎也在 你们在聊什么 哦 我刚刚在说 要不是时间有限 一定要在这里 做一个超级大钓场 钓鱼啊 以前在海七岛的时候 我一般会直接下水抓鱼 抓鱼哪有钓鱼有意思啊 本大爷可是钓鱼的高手 前段时间 本大爷钓上了一条超级大的鱼 大到我都苦恼怎么处理 还专门给八熟堂写过信呢 居然会有这种烦恼 那么大 居然不告诉我 我帮你撤掉不就好了 给八熟堂写信 没错 我特地给闲事院看头了稿 让西娜小姐帮忙看看 西娜小姐真是个温柔的人啊 很快就寄来了回信 真巧 我平时也在那边兼职 前段时间也碰巧受到了相似的苦恼 也是苦恼自己钓到了超级大的鱼 难道说 难道说这世上竟有人能在钓鱼领域 与本大爷一战 不行不行 你们先给我记点 我今天一定要钓一条更大的上来 到时候请你们吃钳鱼宴 就差一点 手指断了 好难啊 小公姐姐真的有办法能钓到水球吗 不用担心 让小公姐姐告诉你诀窍 其实只有眼明手快四个字 吊水球 我在青小手里看到过 要不要来试试 闭上一只眼睛好好瞄准 然后用巧劲迅速钓起来 看着就很难 还是让旅行者来试试 我们三个人的话 至少要钓三个 可小公姐姐 我闭上一只眼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拉面真好吃 是呀 感觉好久没吃了 林华平时很少吃拉面吗 明明那么好吃 是你们 麻烦加两碗拉面 因为重油重盐 所以会被身边的人限制吃的次数 不管是拉面还是火锅 平时都吃不到的 真辛苦 睡呀睡呀 难怪林华会把蛋糕放到火锅里 诶 那个 还请忘记 哇 吃饱了 有点困 让我睡一会 说起来 以前妖怪们的庆典 会有什么特别的摊位吗 这个 就说来话长了 居然一个水球都没有掉到 你的技术退步了呢 最后还是千鹤掉到了一个 虽然送给了独眼小孙 我看他似乎很想要 叛蒙也很想要哦 那下次我再掉一个给你 好耶 我说老板 这比平时贵太多了吧 虽然是庆典 但意下也不盖太高才对 出摊也是有成本的 肯定要卖得贵一些才能回本 这样吧 我要五个面具 打包价七折怎么样 不行就算了 好吧好吧 好热 感觉要被烤干了 不要烤那么近 往后一定比较好 我知道 但平时根本看不到 这么美丽的篝火 我想到最近的地方 好好看看 世界美景有许多 不必急于一时 庆典还很长 没想到你连妹妹都没有告诉 看她的样子似乎也被吓到了 如果提前告诉她这里会发生什么 也就变得无趣了 有朋友在身旁 她也不至于过于害怕 些许惊吓 正好能缓解她平时积累的紧张情绪 这次的计划确实很顺利 看到不明就里的人们惊慌失措 真让人愉快 哼 我也有同感 神子 凌人 你们笑得好可怕 嗯 你们逛完庆典了吗 那 开心吗 超级开心 真正的三川花季 比现在还要热闹百倍 不过你们去了 倒是未必有现在开心 因为和朋友一起逛庆典比较开心 对吧 谢谢 好了 你应该有什么话想单独对她说吧 我们就不打扰了 真的吗 要说什么呀 又被您看出来了 总觉得您似乎什么都明白 并非什么都明白 只是我也经历过而已啊 哦 旅行者 你现在有空吗 我想和你单独到海滩上聊聊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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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差一点点了 逐渐掌握技巧了 再加把劲 只是吃了一碗拉面 所以 体重应该不会有什么变化吧 买了好多东西 回去要好好整理一下 奇怪 鱼躲哪儿去了 别紧张 我们换个地方试试看 咸 席 席 啊 来 涪 爪 那 继续 我们俩 哦,就在这里吧,谢谢你愿意陪我过来,其实,我第一次发现自己能变成人形时,是很开心的,我是鱼子版化成的妖怪,是诞生在庆典中的妖怪,生来就喜欢热闹,我想参加庆典,想参加。 想和人类做朋友,想和别人一起玩秋京游异,但是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想起年迈的武士先生放下鱼子版式露出的苦笑,想起孤独的莲景先生边饮酒边叹气的样子,然后我就会想,如果我和人类做朋友的话,将来那个人会不会也露出同样难过的表情呢? 所以,我觉得自己不能这么做,我告诫自己,绝对不能这么做,不能再重复相同的悲剧。 抱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一直在讲些听不懂的话,吓了你一跳吧,本来以为你会被吓跑,没想到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你却像没事人一样。 我知道,你把我当成了小妖怪们的同伴,但我没有点破,而是和你一起玩了秋京游异。 嗯,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也许,是我一直都想像莲景先生那样,与人类玩一场秋京游异。也许,是我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就这么孤独地离开。 总之,谢谢你愿意陪我玩。之前秋京游异,小派萌说,赢的人可以让输的人实现自己一个愿望。 当时我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们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可结果你们还是找了过来,愿望也没有达成。 所以,我可以提一个新的愿望吗?让我想想,希望你能记得我。 算了,只能许一个愿望的话,还是不要这个了。 嗯,听好了。我的愿望是,希望你今后的旅程,每天都像庆典一样开心。 我,我会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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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